不是時間開會, 為何突然不遲 你這麼勤奮, 你這個人 還好, 遲點可以早點收 我叫了一個MT幫我查個電郵 我要趕回去檢查有沒有出錯 才可以發給人 我也是 自從上次的MT發錯電郵給全公司之後 現在經過他搜的東西, 我全部檢查 聽起來我們的MT的阿君好很多 雖然之前被三太太弄得他有點心散 但現在鬼線就很多了 糟糕, 我們的冠軍真是好聽話 聽說阿藏不錯 我經常聽見鐵面臣稱讚他 怎麼漂亮也不夠咪高峰 人家打破了全公司 最快由MT升至主觀紀錄 這個紀錄不支持 紀錄保持者不知道是誰呢… 說得很唇, 誰呢… 你這麼說就是你 就是我而已 很漂亮, 長江後浪推前浪 其實也要有我這麼專業的前浪 被後浪推才是他的光榮 你不給他, 是不是嗎? 很凍, 你來就對了 Mike, 你來就對了 我們剛才在說你們的MT 什麼MT?我現在是主館 對不起, 一時很快就喊了 你來開會嗎? 但是樹木部一向都不需要開主館 沒有, 大龍先生很想認識我 就叫我來開會吧 大龍先生經常跟我說 男人除了要有爆發力之外 最重要是有持久力… 就是說工作… Mary, 麻煩第二份議程來吧 他以前叫我們David姐和Mary姐的 好, 今時不和往日, 別人家是主館 下次自己拿吧 好… 開始會報 廁紙的使用量減少了一半 所以下個月的支出預算 會減少五十個百分 等等, 廁紙是樹木部負責的嗎? 是 那為什麼剛才行政部也有匯報 訂購廁紙的時候? 因為一向五至十樓的高層 是由我們行政部貼心照料的 至於低層, 一至四樓的 那些就是樹木布巾而已 安排這麼有趣? 不太有趣, 我入職就這樣了 已經追溯不了源頭了 那麥克風不來開會我們也不知道 麥克風上任後 就轉訂Bubble牌廁紙 價錢比行政部訂購廁紙便宜一半 Bubble?廁紙價的頻道 Peter, 你訂什麼牌子? 厲害, The Rock石頭牌 The Rock? 村民資質差, 比石頭硬 難怪這些同事經常投訴 被褫子抹到屁股, 算了 熱氣有同事嗎? 是的 我記得上星期我都去過四樓的廁紙 那裡的褫子真是比十樓軟軟 麥克風可以用這麼便宜的價錢 買得到, 做得好 謝謝大文先生 Peter 是 看來你要多向麥克風請教 怎麼進貨了 當然了, 大文先生 你怎麼進貨了? 我進貨了便宜的Bubble牌廁紙 怎麼這麼厲害? 又不是用來賺錢? 你不看得到大文先生 賺人不賺你 大方一點, 兄弟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沒緊張過… 買了我, 買了 好, 很快 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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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晚了?留給你了 來吧, 坐吧 對不起, 我來買外賣而已 你很久沒跟我們吃飯了 是的, 我們去哪裡了 麥仔升職後, 我這麼忙, 也要開會 對了, 你剛開會 有沒有提及我們這群MT的表現 又會勝職呢? 這些高層的對話 不太方便跟你們說 要不要跟我們玩官腔? 麥仔, 你告訴我們吧 好呀… 請你們不要再叫我做麥仔 我已經不是MT, 是主顧 你們可以叫我Mike或湯先生 但不要再叫我麥仔, 又失去我身分 湯先生, 外賣 謝謝 為何麥仔會變成這樣? 別再叫他麥仔, 叫他做湯先生 你們的地位這麼低 人家一家主管 誰想跟你吃飯 不過這樣, Mary姐 你們就是主管級 又不見你們白鴿眼 那也不一樣 David姐和Mary姐是好人事 怎麼樣? 但現在Mike沒有再叫我David 叫我David 但他以前做MT也沒那麼囂張 對我們嗎?過前、過後 權力不僅改變命運 還改變人格 你看他臭臉都囂張成這樣 遲早被人打開刀 打開了 保安…關他什麼事? 你們真的怎麼了? 你這麼無聊, 眼睛有事嗎? 辭職 知道了, 你們部門的赤子屬於樹木部 不能直接在這裡拿, 要向部門申請 竟然赤子而已, 不用太麻煩吧 就是了, 以前的Hack也不理會我們 真的嗎? 以前是歸以前 現在樹木部的Hack是我… 你打給我嗎? 報警, 有人偷公司的東西 一場同事不用這麼盡力吧? 不報警也可以 不過, 更收警告信吧 不是吧?雖然他現在是主管 但你們也不同部門 你們的年資還要比他高 他也不用這麼囂張吧? 對… 鐵面診才是你們主管 何況要罵要罰, 應該先問鐵面診 鐵面診, 有名來叫 好了, 陳Sir還跟我們說 如今, 麥克一日主管 他只是公事公辦 但我聽說他上任之後 就巡一至四樓 一看到有部門犯規 就出警告信 聽Helen說, 他前前後後 出了二次警告信 都是Pilio哥有人情味 英俊, 你真是懂事 其實麥克入職的時候 我已經猜到他是奸 你認識別人上島 終點帶一時, 忘記這麼說 還擔心聰明 我真是聰明 開運的時候樹木部 那條數比行政部好多 大龍先生看好他的 是呀, 關不得 大龍先生叫你吉他學習 傻了, 看著來 一殺光輩不代表永恆 他注定是絕對好虛 豈有錢, 你要這次訂賜 一定要比這個死人樹木部便便宜 不然下次我開運就好餘 Come in, 吉他 有什麼貴幹? 沒有, 接下來打算訂廁紙看看 你用不著在一起 難道想我幫你訂賜 你就少做點事 你這麼小就蛇獲是不對的 當然不是 我打算訂大批便宜一點 順便幫幫你 你又這麼好死 大家都去主管, 互相幫忙而已 你肯幫人不拘, 那就好了 那你要多少? 我要訂…慢著 大龍先生也知道你什麼都幫我做 這樣不行 不如這樣吧, 你給我聯絡 我叫Andy去訂賜, 好嗎? 沒問題, 我稍後傳給你 那謝謝 不用客氣了 奇怪, 為什麼你肯幫我呢? 我知道了 自從我升了當主管 人人都覺得我很囂張, 無人情味 你有沒有想想檢討自己的嗎? 其實我是故意的 我本身是一個小小的MT 突然坐火箭 升了當主管, 一定有很多人不服我 所以你就怕 如果跟以前一樣那麼友善的話 人們就覺得你做MT不再尊重你 所以你要做好成績之外 還要封起個款 讓人們覺得你跟MT不一樣 不再質疑你的能力 你…為什麼你會知道我什麼? 別說了, 因為人們說你打破了 由新人升主管最快的紀錄 知不知道之前的紀錄保持者是誰嗎? 難道是你? 沒錯, 就是我關比特 我當初一樣升得這麼快 但面對著這麼多經驗 給我深入下屬, 我真是無所適從 正所謂無敵事最寂寞, 最時痛苦 是呀, 就是這種感受了 你知不知道, 我當初和你一樣 但是發覺這個方法是不合理的 之後又怎樣?你想知道? Peter哥, 記得你明白我想什麼 我求求你跟我說吧 好 又說要專心格格, 不空跟我們吃飯 所有東西都在控制 接下來大龍先生見到那盤漂亮的 一定每個人都稱讚我乖 做得如何做得到? Peter哥, 原子筆 先看看, 挺輕身的 我不要寫的 借手來… 麥桂順暢, 麻煩你 就只是這款吧, 麻煩你 沒問題 怪不得有空, 還說每個人都稱讚你 最乖, 其實他最乖 你知不知道你怎麼說過 之前的中華, 一剎的光輝 是需要天分和順順心才會永恆 他們是最好的例子 升得快是有原因的 盡口風了 Peter哥才稱讚人的麥克風 叫人湯山 別這麼說, 叫麥克風就行了 之前是我不合理, 別戴老闆 不要太自責… 其實你這麼年輕, 升到這麼高層 難免有些水土不服 相信大家都會包容你的, 是不是? 有錢那麼多的前輩看著我 嗯, goodbye, goodbye Hello, YouTube 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 我們這一條的頻道 Like 這一條片, 按一下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